前段时间,同性出身的阿尔法现身某购物中心参加商演 身着正正的他,在舞台之上亲情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八郎子》 时光仍然,如今的阿尔法已经是22岁的小伙子,身子挺拔,身材健硕 不过,也有网友评价说,即便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 但22岁的阿尔法,看上去还是过度早熟,又比同龄人看上去老成不少 而今年3月份,阿尔法与尼格买提一度同框亮相 要知道,尼格买提要比阿尔法年长14岁 但是,两人站在一起完全看不到年龄差 宛若同龄人,已然没有童年时期的灵气 让不少网友再度感叹,岁月着实是把毫不留情的杀猪刀 尽管受到了网友们的无情吐槽 但阿尔法依旧是没有改变初心 做了一件又一件令人感动的事 1998年,阿尔法出生在新疆 据了解,他的母亲热西弹此前做过一个奇怪的梦 梦境之中,一条巨龙朝他扑来 在本地人看来,这样的梦别有寓意 可能预设着热西弹即将迎来一位小王子 果不其然,同年年底,热西弹就顺利生下了一枚男孩 一家人无比雀跃,也对孩子寄予厚望 因此为孩子,取名为阿尔法 在维吾尔族语言里解释为勇猛的勇士 而热西弹的老公则是新疆电视台的导演 是地道的文艺工作者 或许受到了父亲的启发与感染 阿尔法很小就展露出不俗的文艺天赋 尤其对音乐极其热衷 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小时候的阿尔法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很是可爱 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便发现 阿尔法表现欲极强 还会像模像样地走模特步 还特意带他参加了几次儿童模特比赛 而当时,四岁的阿尔法已经表现稳健 站在台上不露怯色,可谓是天生的大明星 2003年,央视栏目非常6加1,备受观众关注 有很多素人选手慕名参加 从而实现了成为明星的夙愿 热西弹也对此有所耳闻 因此在节目组来新疆海选时 便提儿子正式报名 当时的热西弹并未多想 也不曾料到,儿子日后会成为闪耀小明星 他让儿子报名参加节目 只是为了锻炼他的胆量 没想到,阿尔法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超高的路人员 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来到北京录制节目 并摘得了非常明星奖 当时的阿尔法年仅五岁 灵动可爱的模样可谓是圈粉无数 之后的他受到央视力捧 先后参加了全家总动员与星光大盗 星光大盗所谓平民选秀节目 当时已经颇具声望 只是,节目中人才积极 不乏神话绝技的大神 所以,资质上前的阿尔法 在比赛初期就惨责出局 不过,当时的星光大盗 设置了选手复活环节 叫做反败为胜 而呼声极高的阿尔法则成功逆袭 最终成功复活 拿到了晋级名额 而后,阿尔法更是表现强颜 受到了观众的追捧与支持 当年的他一度闯进年度总决赛 最终,击败给凤凰传奇 屈居亚军 星光大盗之后 阿尔法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小童星 为了能让阿尔法 又有更好的发展 后来,热西弹决定 携家人一同搬到北京生活 虽然当时的阿尔法人气飙升 资源更是分之踏来 但是,母亲热西弹却认为 当下还是以学业为重 在不耽误可以学习的情况下 才带着儿子去录制节目 成名后的第二年 阿尔法还受到导演利耀 正式涉足影视圈 出演了他的处女电影作品 武当少年 首次触电 阿尔法便表现得可圈可点 不负所望 2007年 阿尔法更是凭借歌曲 你是我的玫瑰花 走出国门 来到了匈牙利 参加了意义非凡的华人春晚 同时,他还荣获世界和平小天使的荣誉 来到比利时参加颁奖 小小年纪并拥有数无尽的荣誉与名气 对阿尔法而言 既是满足与成就 同样也是压力与负担 因为经常要四处演出现唱 小时候的阿尔法 经常用嗓过度 导致声音嘶哑 喉咙更是疼痛难忍 为此 热气淡便知道儿子 怎样能科学用嗓 找到正确的技巧 而年幼时期 阿尔法演唱的曲目 都是大热的成人情歌 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 恰恰是因为他唱儿童歌曲 并没有打下市场 只有英和成年人的口味与喜好 阿尔法的心路才能更加顺畅 因为平日里 除了学习 还要演出录节目 阿尔法的童年 相当枯燥与单调 自由玩耍 更是成为奢望 据了解 2012年 阿尔法来到央视 主持少儿节目 在此期间 阿尔法的奶奶在故乡病逝 而家人为了不让阿尔法分心 因此没有告知他这件事情 等到阿尔法得知 奶奶去世的消息 一切为时已晚 他也没能见到奶奶的最后一面 而且 随着年龄的增长 阿尔法很快到了 普通男生都会经历的变身期 2014年 阿尔法演唱了 此前曾现声过的歌曲 Baby 结果 会引起不少网友的质疑 因为声线与嗓音的变化 很多网友一度认为 阿尔法是找人替唱 比起成熟 磁性的嗓音 很多人还是偏好于 阿尔法早期的纯净铜音 除此之外 阿尔法还遭遇了一次网爆 私下的阿尔法 很喜欢国际巨星 Justin Bieber 而且 也有意模仿他 走相同路线 在一档节目中 主持人询问阿尔法想不想成为中国的Beeble 阿尔法也表达出自己的心愿 自己的确想成为像Beeble那样的大明星 只是 阿尔法的回应 却招致了部分Beeble粉的嘲讽与攻击 这些人认为 阿尔法在强层偶像热度 阿尔法的实力和名气 根本无法与Beeble相提并论 再加上 正处于尴尬的变声期 阿尔法此时在家人的支持下 做出了暂时隐退的决定 此后便将心思拉回到学业之上 很快 阿尔法便逐渐在大众视野中消失 直到两年之后 有网友偶遇阿尔法的街头参加上演的场景 当时的商家还用阿尔法的童年照片作为噱头 而登台亮相的阿尔法却与此前大为不同 整个人看上去有着超乎年龄的沧桑感 2018年阿尔法正式得以复出 重新站到了央视舞台上 只是令人意外的是 这时候的阿尔法似乎已经颜值不在 除了身形略显臃肿之外 头上西出的头发更是拉低了形象分 整个人看上去少年敢进尸 为此很多网友吐槽 阿尔法如今已经长残了 简直是不忍直视 不过阿尔法面对网友的争议 并未抱怨与悲观 反倒是发微波自嘲 可见心态足够乐观 只是即便如此 没有了颜值的加持 阿尔法的事业一落千丈 逐渐被大家遗忘在脑后 即便曝光度大为减少 但是阿尔法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 更是在公益事业上深耕多年 据了解 10岁的时候 阿尔法就举办个人慈善演唱会 把最终获得的利润全部捐给家乡 原来建设希望小学 2010年 阿尔法就向乌鲁木齐的儿童村 捐赠了价值为40万的儿童家具 2012年 就媒体报道 14岁的阿尔法已经为慈善事业 捐助了300万 基本上将自己赚的利润全部捐赠 15岁的时候 阿尔法就为联合国和平小识者的形象代言人 积极参加全国范围内的公益巡演活动 2018年 阿尔法捐赠的物资与资金已经高达600万 除此之外 阿尔法还一直致力于公益作品创作 作品大多数都是为爱发声 传播社会正能量 即便有不少网友表示 如今的阿尔法已经难回事业巅峰 属于他的辉煌也已然成为过去 但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许多更为宝贵的东西 爱心与责任 在此 衷心希望阿尔法的未来能够明媚辽阔